各位球迷收看由腾讯视频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 最后一轮第30轮的较量 成都荣城在主场 都的球迷随队出征 这也是舰队以来远征球迷数量最多的一次 看一下开场的第一次前场定位球机会 金平友找菲利培 1比0 比赛的第18分钟 还是菲利培立功 本赛季菲利培打入了他个人联赛的第12例进球 这个球呢 李凌峰对于金平友的船中给的压力不够 这就是赛前说的 这两个中尉到底能不能看住杜嘉利奇 这是机会 一脚低射 再调打到防线里进军里面 金平友投球再顶过来倒钩射马 看看埃克森 本赛季有七个进球入仗的埃克森 这个位置挺远的 自己直接打了 右侧角球 安德里哥线路不错 2比0 又是菲利培 恐怕菲利培今天真的是没有人去对上他呀 成都庄城 依靠着菲利培的两个头球进球 2比0在主场领先了 这一次跟菲利培的换成了潘喜明 刚才第一个球是菲利培以着廖军剑顶进 这一次是利用角球机 汉斯也最近夸了简套 他觉得简套呢 是可以改变球队成绩的门奖 安德里哥再调给菲利培 这是机会 左脚射门 再补射 这下够不到了 3比0了 埃克森也进球 50分钟 下半场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 成都农城队再下一城扩大比分优势 还是对于菲利培的防守啊 可德尼克这脚转移球做得很准确 自己向禁区里面去插 有的里哥完成了一脚射门 浙江队和上海生瓜还是0比0的比分 这下过来以后 看看面对门匠 穆塔利弗 帕拉销斯 金明友在中路 直接顺给了唐创 唐创的射门过于仓促 这球他其实可以领球 拿住向前带一步 上来的唐淼啊 抢断了 交给帕拉销斯 帕拉销斯自己完成射门 是非常不容易的 帕拉销斯 进区内还有机会 他在里哥 全场比赛结束就此 2023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落下文末 帕拉销斯 帕拉销斯